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王一博的终极大揭秘,居然是个自产自消的哲学家。 十年谈纸一挥间,王一博从一个稍许叛逆的小屁孩,怀揣梦想一路跌跌撞撞地走来。 到今天已然是那于当之无愧的顶流,或真价实的明星。 其涉猎范围之广,成就之高,更是难以望其向背。 那么,王一博的成功,有无规律可循,有无经验可见。 是命术,是天意还是人为。 太多的谜团待解,太多的困惑待事,那么喵猪就听从召唤。 来一个王一博的终极大揭秘,他居然是个自产自消的哲学家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 哲学家的英文是philosopher,意思是一个爱智慧的人。 从科学的意义上来说,哲学家是指拥有自己的哲学范式, 有原创的哲学基础理论与哲学体系的人。 从这个概念不难看出,满足哲学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。 拥有自己的哲学范式,有原创的哲学基础理论与哲学体系。 那按图所记,看看王一博符合否。 王一博拥有自己的哲学范式,等着王一博言简意该的特质, 故精简为俩字无感。 王一博有原创的哲学基础,按照一贯的博言博语, 亦可诠释为,别人爱咋咋地,我该咋咋地。 王一博还拥有自己的哲学体系,结合体育生的职业特点。 那就是修身,修业与修德,不分伯仲,其头并尽。 所以,你看王一博能够自己生产哲学,所以称之为自产不为过吧。 那为何还说他自消呢? 那是因为王一博一直身体力行自己的哲学主张。 别做任别人操控情绪的木偶。 对负面评价,保持无感不理不睬,破碎的刺痛的。 被攻击被嘲笑挑衅,无感是将伤害最好的回击。 无感自我勇敢的心。 时级而上,逆风飞翔,向上的路总是荆棘丛生,历时乱历。 这里有草创的艰辛,打拼的戳末。 无人问津的凄凉,手足无措的彷徨,好不容易于千军万马中杀出重围,登顶疯癫。 但高处不胜寒的诡诀多诈,声色全马的腐蚀侵袭,极度羡慕的暗流涌动。 所有这些,都会让一个前行的人,跌落尘埃。 那怎样安然度过折服期的戚风冷与和高光时的名利枷锁,而能让自己寒稳致远呢? 所以,王一博动用无感,给自己划定一个直面自身以及世界的兴衰荣辱,毁育得失的态度。 对自己的苦难无感,你什么时候听王一博喊叫过苦? 对他人的公结无感,你什么时候见王一博对黑粉摔过去一个白眼? 对失败无感,你什么时候看到王一博垂胸顿足,对天曼娘? 所以,对王一博士自产自消的哲学家这一论断,除了反对的,就都是支持的了。 对此,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。